妈呀 王母娘家太伤老君 我还不想死 吴兄弟快看 是那个带着 北鸟的大侠 有救了 有救了 大侠救我 大侠 他们过来了 好险啊 今日要是交代在这儿 我藏在床下的无量银子 可就便宜了家里那兄妥娘 银子 没没没 我什么都没说 吴兄弟 你什么都没听见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我断铁刀 假大的日后定人 大侠 你这儿做什么呀 两次 什么 两次 小小小小小的不知哪里冒犯大侠 饶命啊 事不过三 若是再让我听见 你把阿湘换作肥鸟或肥鸡 修理坏 阿湘 什么 就 就是大侠带的那只鸟吧 不敢 小人 再也不敢了 小人嘴见 求大侠 饶命啊 大侠饶命啊 大侠饶命 我二人 我二人蠢如猪狗 眼残昏花 大侠的鸟 怎么会是肥 大侠的鸟 一看便是英明神武 硬字不罢 简直是神鸟下凡 让我等凡夫俗子 不敢直视 这才会看错 大侠留步啊 我 我 我二人乃青川衙门 差矣 奉命上山 探查山贼 掳人 害人之事 眼下想与大侠一同行事 好 互相有个照应 是啊是啊 先订大人 爱民如子 一定不希望我和贾大哥 还有大侠你 受一点半点伤 所以说我们 把地上的尸体移至树丛里 树 树丛 一尸体 是说 我们 大侠 大侠 你是怕被山贼 发现打草惊蛇吧 这实在太深谋远虑 细细如发了 洞内所求皆是秦川注目 你们寻个隐蔽出手证 要是我们 不要让我说第二点 是是是 雷克 马上 立即就去 总算都脱去疏从了 这帮妖怪一个个儿比猪还沉 我这腰和手都要残了 我 我也是 不过 现在不是闲话的时候 走 快去追那个大侠 追 可是 他不是让我们去守着山洞里的人 贾大哥 你说 我俩进洞去瞧瞧 要是能把公里那些人都弄下山去 那可是大公一剑吧 吴兄弟 可别说大哥比你多吃了几年米 你好好想想 我们留在这守着 万一有妖怪来了 不被发现也就罢了 要是被发现 我们该是个什么下场 这 依我看了 那个肥鸟大侠 不不不不 那个黑衣大侠 必是和翻云寨对着干子 不然 不然 我们一路上山 算会见到许多妖怪尸体呢 哎 既然他是杀妖怪的 又有本事 在他身边 在他身边 可比这山上任何一个角落 都安稳多了 保命是头当大师 等着翻云寨都被荡平了 再慢慢就不止 大哥果然英明 可是 我看那个大侠 好像杀性很重 不会生气 把我们也给 那个 了吧 哎 走路 算一步 到时候 在想法子就是 总不能一直待在这 什么时候 不会有妖怪在附近吧 妈呀 兄弟你不要吓我 我们 我们 快走 此地终于救流 你 贾大哥等我